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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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掌手掌 电脑哟 都是很好的鼓勵 若是太小的无理睏 大人对话说 年轻的不享受 吃老的不吃幼 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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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人啊 阿妩阿妩 你不要去走 我不要去 乖人啊 阿妩要来 去这家庭 为了鼓励学童 使用台语表演 增加学童对口 说台语的自信 使本土文化意识向下加根 关怀文教基金会 及FM91.1 关怀广播电台 主办台语演讲比赛 16日上午在西州乡 成功国小举办 西州 皮头 北斗区比赛 共有110位小朋友参加 关怀文教基金会 在23年前 就开始来推动这个工作 第一年是50个小孩 9年 比赛已经超过1,281个小孩 不久呢 我们扮这个外面的目标 是为了推动 不是为了要比赛 想一名的啊 想很厉害 我感觉要让大家 都会让我们自己的目的 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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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其的水洲不通 公益频道邻俊明 西州 采访报道 哇 超